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 Ryan 那今天呢,我会用一系列的教学影片 教大家如何使用按摩枪来帮自己的肌肉 还有筋筋膜做一个深度的放松 那今天所使用的按摩枪呢 是由火星计划公司的 Booster Pro 2的生产按摩枪 那这个按摩枪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第一个,它的利弊够长 这个利弊够长呢,你就可以去按摩到自己 上后面上臂的肌肉 第二个呢,它的力道呢,有九段 那就算对一些身形很大很庞大的一些使用 使用者来讲,它的力道也是非常足够的 最后一个呢,它有五个头 那我最爱用的就是这个尖头 那这个尖头呢,可以去打到一些 非常深层很细的一些关键点 在这边呢,我以下的教学影片 会提到的一些内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会讲到肌肉的名称 肌肉的走向,然后要按哪个关键点位 再来呢,要如何找这个关键点位 再来呢,要用什么力道 然后要用什么头 这些都会为大家一一的讲解 那在这边呢,为大家传递一个观念 当一块肌肉如果紧绷的时候 你使命的用按摩枪去按摩它 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的 因为我们全身上下的肌肉 跟肌肉之间是彼此串联 而且彼此互相影响的 如果你要处理一块紧绷的肌肉 其实你要先从其他的肌肉先处理 才会达到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教学影片 跟着我按摩的顺序来去处理这些肌肉 我相信会对你的肌肉放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跟一个加分的效果 好的,首先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 手前臂的肌肉 那手前臂的肌肉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的肌肉 因为不管是我们重训、运动、打电脑 或者是我们用手机 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 一些大小小事都会用到我们的手 那当我们这样过度使用的时候 我们前臂的肌肉就会开始紧绷僵硬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因为前臂的肌肉跟我们的肩颈 还有我们上臂的肌肉 其实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前臂的肌肉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绷僵硬的状态 你的肩颈跟你的上臂也会非常的紧绷跟僵硬 甚至还会造成一些痠痛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处理我们手前臂的肌肉 第一条肌肉叫做悬前圆肌 它是从我们手肘内侧这块骨头 连到我们大概脑骨 这个叫脑骨 脑骨的中心点 那要怎么找第一个关键点呢? 第一个关键点呢 你可以去手大概摸到我们手肘的中心 然后往下大概两个指腹这个位置 你可以去往手腕可以往前旋 当你往前旋的时候 你会摸到一条肌肉鼓起来 把你的手指弹开的那一条肌肉 那在这个位置你就做一个定位 再来我们要用的头呢 叫做尖头 我们的强度呢 开到1就可以了 开到1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按摩这个点位 按摩1到2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按太久 因为这样按摩就很大一个效果 前臂第二条肌肉要按摩的肌肉 叫做悬前方肌 那他的肌肉手下呢是从我们手腕的绕骨侧 连到我们的尺骨侧 这条肌肉顾名思义 他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条肌肉 在这边长方形的肌肉 按的关键点呢 第一个是偏绕骨这边 不要按中心点 因为中心点有我们的血管神经 还有我们肌腱 所以是不能碰的 所以呢我们要按的地方呢是偏绕骨 绕骨就是大拇指这一侧叫绕骨 当我们找到我们的手腕 往上大概三个指幅这边三个指幅 偏大拇指这一侧 第二个关键点呢是尺骨这边 那我们要用的头呢是尖头 力道呢开到一就可以 那一样我们在第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脑骨侧大拇指这一侧做一个按摩 第二个呢让我们的尺骨侧 好做一个按摩 那力道不要太强也不要按压的太下去 因为一条肌肉蛮敏感的一条肌肉 所以我们不用按太多 那时间呢大概按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前臂第三条肌肉是我们的旋后肌 旋后肌顾名思义它就是手旋后的 往后旋的一个动作 那怎么找关键点呢 第一个我们手可以先弯曲起来 然后我们的三只手指头呢 放在这两块骨头的中心点 三只手指头放上去 然后呢伸直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旋后肌 好就是我们的旋后肌 找定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按摩枪 一样是用尖头强度一样开到1或者是2就可以了 1或2然后我用到2 那按的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找那个点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按摩一个动作 那这个点呢你可以稍微按下去一点没关系 因为它的上面被一些肌肉包覆住 所以可以往下压伸一点 压伸一点有按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块肌肉是非常的酸的 那时间呢可以按大概2分钟 2分钟甚至3分钟就可以 第四条肌肉是我们的功劳肌 功劳肌呢是从我们手臂的上缘 那它大概是从我们手肘外侧骨头 往上这三个指幅这一端 连到我们手腕 然后骨侧的末端 连到这边 那这一条叫做功劳肌 它负责我们手这样弯起来的动作 弹骨子朝上弯起来的动作 这条肌肉呢 我们关键点要怎么去按呢 第一个要找它的起始点 起始点呢我们手肘外侧 这个凸出来的骨头 往上三个指幅 在这个地方 第四我们第一个关键点 那我们一样是用尖头 力道呢开到1就好了 1就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 关键点去做一个按摩 一个动作 大概在这个附近 如果你找的不是非常正确呢 你在附近去压一下 按摩的时间呢 大概1分钟到2分钟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我们要按摩这个肌肉的整整个肌肉的 它的肌腹 它的肌腹 那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头 我们要按圆形的平头 按圆形平头 然后一样呢 我们力道开到2 然后对我们这条肌肉 整个去做一个按摩一个动作 那打的位置呢 只要打我们手臂上1分之1这一段就可以了 然后去做一个按摩 时间呢 大概打2分钟 按摩2分钟 前臂第五条肌肉 要放松的肌肉 叫做外展拇指肌 那它的关键位置呢 在于我们大拇指的根部 根部这个点 这边我们去做一个按摩 那按摩的头呢 我们要用一个尖 要用的是尖头 然后力道呢 开到1就可以了 开到1就可以了 然后去到我们大拇指的根部 这边去做一个按摩 那时间呢 大概按1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这条肌肉非常的小条 给的刺激不用太大 所以就按1分钟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第五条肌肉 前臂肌肉 第六条肌肉呢 是找我们的趋指趋挽肌 那趋指趋挽肌负责的动作就是 手抓起来跟这样 手腕弯起来这个动作 它的肌肉走向呢 是从我们手肘内侧这凸出来骨头 连到我们手指 连到我们手指 第一个我们要按的关键点呢 在我们手肘的内侧这块凸出来骨头 往下大概一个指幅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键点 那我们一样用尖头 然后呢 我们一样力道开到2 开到2 然后对这个关键点 我们去做一个按摩一个动作 做一个按摩的动作 那时间呢 大概按摩2分钟 2分钟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按摩 这整个肌肉的肌肤 那我们要找的头呢 要换另外一个头 圆形的平头 然后力道呢 我们要开到2 开到2 或3 然后我们对这整个肌肉去做一个按摩 那按摩的位置一样是大概 手 这个的3分之2 这个3分之2 去做一个按摩一个动作 好 那因为虚子驱挽肌 它这个肌肉群是还比较大 所以我们按摩的时间要久一点 大概可以按到3到4分钟 是比较恰当的时间 前臂的最后一条肌肉 叫做伸指伸挽肌 它负责的动作是手指伸开 还有我们手腕 往上翘的一个动作 然后它是从我们手肘的外面 这个骨头 凸出来这个骨头 连到我们的手指背侧 甚至我们的整个手掌的背侧 那它呢 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关键点 是我们的手肘外侧这个骨头 我们找到之后呢 大概在这个点 往下大概半个指幅就好 在这个点 我们去第一个我们去做一个按摩 那我们要用的头呢 是我们的尖头 一样是尖头 力道呢 开到2 然后去对我们这个 手肘外侧这个 往下半个指幅这个点呢 去做一个按摩一个动作 那因为 身指伸挽肌呢 它的肌肉群也是蛮大条的 所以我们要按的时间呢 也是大概两分钟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按的是它的整个肌腹 好肌腹 那我们要从这一段 我们要按到 手臂的这个整个三分之二的这一段 好 跟我们的曲子曲玩机一样 然后我们从这个头 往下按按按按按到这边 好三分之二处 那我们要换的头呢 是我们的圆形平头 然后呢 我们力道开到3 开到3 然后去对我们这个区域去做一个 按摩一个动作 好 那时间呢 我建议一样是按3到4分钟 好按到3到4分钟